夜空白雲染上红光 镜头拉近一看还冒出浓烟 这样的火山喷乏现象 就发生在夏威夷大岛 有世界最大火火山称号的 茂纳洛亚火山 白天的奇观 让当地民众忍不住停下车录影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 茂纳洛亚火山 是从当地周一深夜 开始出现喷乏迹象 火山口不断喷出火山灰云和碎片 檀香山国家气象局更预估 喷出的火山灰 可能累积达到60毫米 从高空往下看更能看出 熔岩流出现在火山口 专家认为茂纳洛亚火山上次喷发 已经是上个世纪 1984年 累积的能量如果一次爆发 熔岩流流速可能加快 加上大岛人口逼近20万人 当地火山警戒 已经上调到警报等级 其实茂纳洛亚火山 占了大岛51%的面积 一旦大规模喷发 恐怕也影响夏威夷人的生活 和岛上观光 TVBS新闻中不倒